李哥进门的那一刻,脸上先是诧异,随后立马又恢复了走路,开口道 皮炎子小兄弟,好久不见,之前我身体有样,没能久陪,还望见谅 我看着李哥冷笑道 呵呵,李哥身体好点了没,昨晚我们好心去酒店看望李哥,乃曾想无缘见到李哥,实属遗憾啊,不然今天就不需要李哥亲自的门了 你们这群小兄弟里,我最看好你,我做梦的时候阿威都告诉我,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呢 四姐见我和李哥阴阳怪气的说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话,开口道 好了,到了我这里,之前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李哥愣了一下,然后转身坐下看着四姐说道 呵呵,原来如此,四小姐不打算为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提一壶茶吗 四姐看着李哥冷冷说道 我们有什么朋友,如果有的话,皮炎子算一个,皮炎子,你要喝茶吗 呵呵,那就麻烦四小姐给我泡一壶茶了 刚好李哥也在这里,接四小姐的宝地我招待招待就有 我话说完,四姐走到一边开始泡茶了 李哥眼神不断地打量着四姐然后搭话呢 看来四小姐和我这皮炎子小兄弟还有不小的交情啊 四姐回头看了李哥一眼 李姐,并且交情不浅,说是生死之交,也丝毫不为过 四姐说完,李哥脸上有些阴晴不定,或许他自己都没想到 我居然和四姐认识,并且是过命的交情 老李是吧,你和皮炎子的事情我不过问 现在他在我这里,任何人不可能把他带走 至于他想在我这里带多久,他说了算 四姐说完,李哥脸上一阵黑 首先自然是四姐叫他老李 其次就是几乎是挑明了说 皮炎子我保定了,只要再木解,耶稣也带不走他 呵呵,既然如此,李某也便不多打扰了 但是皮炎子我告诉你,只要你出了菠菜场,你活着走不出木解 听李哥这样说,四姐直接拍桌而起 从腰间掏出武器指着李哥,嘴里大喝 放肆,你算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木解这一亩三分地,什么时候轮得上你说话了 有我在,皮炎子你动不了 门外的保镖听到里面的动静后直接冲了进来 把李哥团团为主,剑拔弩张之际 三姐也走到了办公室,三姐进来后 看了一眼我和四姐后说道 四妹,把武器收起来 三姐,可是,放下 三姐的声音,让人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 四姐乖乖把枪放下 随后三姐转身看着之前冲进来的保镖说道 你们也退出去 保镖退出去后,看着李哥说道 李哥是吧,我四妹一直就是这个脾气,还望见谅 李哥在看到三姐后,和之前看到四姐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毕恭毕敬地看着三姐说道 没事,没事,三小姐严重了 嗯,那就行,你和皮炎子的事情我略知一二 你们要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是我们的贵客 只要他在菠菜场一天 在木届,没人可以动他 这一点和我四妹说的一样 三姐说完,坐在一旁的李哥连忙低头哈样 三小姐,这个我知道,规矩我们懂,请放心,请放心 知道规矩就行,你要从我这里带人走 莫说是你,就算是你背后的老板来了,也做不到 凡事多掂量掂量,不要等我来上门 我来上门的时候,你就没机会在木届立足了 三姐说完,李哥脸上不停地抽搐,嘴里说道 三小姐,请你放心,我们不会在菠菜场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我马上就安排手下的人撤出去 李哥说完从兜里掏出手机直接打电话给了阿喜 现在带着人马上撤出菠菜场,在外面等我 李哥挂断电话,便匆忙地走出了办公室 好了,四妹,你和皮炎子继续,我走了 三姐也走后,四姐看着我说道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能惹事的,我让你来是做客的 没想到你忍了这档子事,现在你这边的事情差不多已经解决了 但是还是尽量别出门,需要做什么事,我陪你一起去 四姐说完,我点点头 嗯,好的,我知道呢 芸汐,现在李哥暂时不会对我出手 我们先去看一下之前联系要出的人好吗 的,我也正有此意,那就下午去吧 好,那我过去给阿森他们说下 你去吧,弄好了直接来我办公室就行 四姐说完我准备转身离去之际又想到一个事情 见我站在原地还没动身四姐看着我问道 怎么了,还有事情吗 嗯,芸汐,还有个小事情,需要麻烦一下你 之前我们被李哥的人堵在酒店 当时情况紧急,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 就直接跳楼跑了,不知道东西还在不在那边 我想让你安排人去看看我们的东西还在不在那边 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我马上就安排人去 回到了套房里,阿森他们见我进来后看着我问道 怎么样了,皮炎子 就那样,我们暂时安全,李哥暂时不敢对我们怎样 森哥,等一下你可能要陪我走一趟 我让四姐给我联系了一下要出人的公司 现在四姐已经联系好了,等一下带我们去看 我话说完,阿森点点头,随后脸上面露蓝色 却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手里没马内,咋办 马内的是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也让四姐安排人去我们之前住的酒店 让他去看看我们之前遗落的东西还在不在那里 我话说完,阿森长叹一口气 哎,马内的话估计悬,能找到手机就不错了 估计陈哥他们现在也急疯了 已经两天没有我们的消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